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我心里所怀的切望,向天主所恳求的,就是为使我的同胞获得救恩。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天主有热心,但不合乎真知超见, 因为他们不认识由天主而来的正义,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而不顺从天主的正义。 因为法律的忠项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 关于出自法律的正义,梅瑟曾写过, 遵守法律的人,必因法律而生活。 但是,出自信仰的正义却这样说, 你心里不要说,谁能升到天上去。 意思是说,使基督从那里下来,也不要说,谁能下到深渊里去。 意思是说,把基督从死者中领上来,正义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天主的话离你很近,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中。 这就是指我们关于信仰的宣讲。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 你便可获得救恩。 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 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 经上有说, 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 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 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 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词汇的。 的确, 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 必然获救。 但是,人若不信他,又怎能呼号他呢? 从未听到他,又怎能信他呢? 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 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 正如所记载的, 传部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从了福音。 伊萨伊亚曾说过, 上主, 有谁相信了我们的报道呢? 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 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 但我要问, 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吗? 一定听过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 他们的言语答于地极。 但是我再问, 难道以色列人不明白吗? 首先,梅瑟说过, 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人, 激起你们的度火, 以愚昧的民族, 惹起你们的怒气。 继而, 伊萨伊亚也放胆说, 未曾寻找我的人, 找到了我, 对未曾访问我的人, 我显现了。 但关于以色列人却说, 我整天向被逆违抗的民族, 伸出我的手。